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耍牙它只有一个独有的一个道具就是牙齿 它猪的疗牙 那么一副好的牙齿对一个演员来说 就像我们人的牙齿一样的 它我们耍牙的演员不但要自己的牙齿要好 它耍的那副牙也要找到好 上好的野猪疗牙可遇不可求 而要能耍上一口好牙 更是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少数席的这项记忆的传承人 全都在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 这杀牙很苦的啦 里边搞不好就无赖 烂起来 口是烂起来 口签烂起来这样子 烂起来没吃药 我小的时候练这个东西的时候 没限制这个医疗条件好 我们就吃两年土梅树 故意吃土梅树吃两年 我这石头里面就老街的 烂了以后烂起来以后 老街就吃了也来了 这嘴上功夫看似轻松 实则是一门苦功 因为太苦 这项流传一百多年的传统记忆 一度濒临失传 那我当时我在文化馆工作的 文化馆我叫了一个训练班 训练班有学生在这里的 那我想没有男的叫 这个平掉牙齿不是失传啦 就叫个女的啦 耍牙与穿聚的变脸齐名 并称为西脸东牙 这项粗矿中不失细腻的绝活 在王万里的细心传承下 耍出了不错的口碑 而在宁海另一项代表性的 口碑名家 就是近代中国话坛 四大家之一的潘天寿 他就是什么 吴昌寿 金亨宇 李苏同 这三位老师可以说 在他的教学生涯和艺术创作上 都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潘天寿就是那个吴昌寿 就非常的欣赏他 为他写了一副对聊 天津地怪揭露比湘雨揭台 总录师来赞美他们 汲取多位著名国画大师的 艺术精华 让潘天寿在花鸟和山水画的表现上 登峰造极 尤其是独具一格的纸墨画 更奠定了他的画坛地位 潘天寿在1949年创造的一幅纸墨画 就是用手指头画的画 在62年的时候 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 从来宁海视察的时候送给了当地的政府 其实他如子牛 他就希望我们宁海的家乡父母官 可以做好我们人民的公仆 为我们宁海耕耘出一片新的田地 文创风潮建起 宁海县政府顺势与民间 吸收保存传统文化 并且推广出去 好比流传于当地的传统婚俗 十里红庄 就建有一座专门的博物馆 我们十里红庄主要介绍的是大户人家嫁女儿的一个场面 从女方到男方的一个嫁妆队伍浩荡荡绵延树立 所以民间夸张地称之为十里红庄 这就是我们十里红庄的一个名称的由来 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上等人家嫁女儿 中等人家送女儿 下等人家卖女儿 这是大户人家不愿落下卖女儿的一个名声 就会不惜血本 置办十里红庄 为女儿去就是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状况 林凯仁嫁女儿排场无步铺装奢华 有千宫床万宫教之说 嫁妆更是以朱金木雕为主 朱金木雕的话 它主要是有个特点就是三分雕 七分七主要是靠七上去的 它包括生七以及我们说的朱砂 它就是突然上去 它可以保存的时间会非常的长 然后它的色泽度会非常的好 在喜庆吉祥的传统下 这崇宏上京的民间传统工艺 也很自然地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我们这里的婚属习惯里边 有什么女儿嫁出去以后 第二年就是三月三为娘家的时候 她会把自己做的糕点放在这个桶里 提着桶去为娘家去孝敬父母的 被称为孝敬桶的桶子 是十里红妆中最常见的工艺品 为使其外表绚丽多彩 往往会运用当地特有的一种工艺方式 泥津彩漆已逝从今 它用这个锤是天然的矿物质原料 有的地方还用裸铁云膜 还有一种保湿粉放在里面 它会等于干了以后 它会发出不同的一种荒彩来 从打磨 皮灰 到贴金上彩 前后有二十多道工序 全是手工活 这不仅需要极大的耐心 还得考验师傅的经验 里边还有很多这种配方成分在里边 也叫现在的话来说 它比较有科 还有科技性在里边 有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温度和不同的季节 它的配方比例都不同 属于说它最关键的一个 也就是说泥津彩漆的最核心 技术核心部分就在这个泥里边 泥津彩漆的工艺与佛像的泥树 贴金 上漆 息息相关 因此佛教文化也成了传承人 黄才良浅心研究的功课 寺庙的整个的建筑 它的一些那个飞檐 飞檐就是它的屋檐 它的很长 很宽大 浑厚 另外一个就是 佛教的照相 照相可以看出来 因为唐朝是一个 比较崇尚这个肥美的 所以菩萨也是圆满 始建于六百多年前的广德寺 近几年来也到世界各地考察交流 力求恢复大唐时期 佛寺的鼎盛形象 积极入室宣扬佛法 让宁海这块宝地 广纳佛气与人气 佛教本身它推广 就是推广到众生社会 所以不管哪个时代 佛教 主要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法 它一定是走向社会的 一定走向社会的 只是说它要按照 它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这个时空的角度 时空的因缘去推广 展开时空的跨度 四百多年前 游历天下的许侠客 就是以宁海 作为它的首发之地 古往今来 在这片充满灵气的土地上 孕育出了丰富的人文物产 和民情风俗 牵引着人们 以亏它的魅力 气势雄伟外形奇特的岩洞 在宁海这山海溢渝的滨海平原上拔地而起 看似自然的景观 其实是历经了近千年的人工开采 才形成的奇景 我们随朝时期的采石工人 无意间发现我们这边的石窟的话 它的石质比较软 而且的话比较用于那些古代的时候建筑 然后那种石窗的开采 那种都是可以的 然后当时的话 他们就叫这边选为采石场地 而且又是位于海上的话 他们是比较方便运输 就是可以通过海水的话 运到全国各地开始贩卖的那种 武山石窟自古就是重要的采石场 丰富的石料资源 让当地至今仍遗留下不少 以石头打造而成的古村落 家家院前有流水 户户出门有石桥 从房屋 桥梁到窗户 皆由石头制成 即使历经岁月的更迭 依然掩盖不住往日的辉煌 千通古镇始建于南宋1233年 当时我们的始祖是由从台中 然后迁移过来 看到我们这边一个前面塔山 后面路山两山夹的一个地方 然后觉得这里长风得水 所以就举家迁到这边来 时至今日 前童古镇上 仍居住着两万多户的同姓人家 在这气势辉煌的明清古建筑里 凋梁画动的精致工艺 不难看出深厚的艺术文化底蕴 近代著名的金石大家 童眼芳 就在自己的故乡里 为多年精心收藏的艺术品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在2014年5月15号的开馆的时候 它捐给了我们馆里有111件它的作品 它所有的这些产品对我们前童 一些宁海的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 汛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推动作用 近几年随着古村落旅游的推广 宁海也意外地掀起了一股飘鸟返乡 投入故里的热潮 而王丹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去了日本 就专门去了京都跟那个纳梁 它那边的那个我觉得民宿 真的是做的全世界我觉得做的最好的 就我们就去考察了他们的那个民宿的经营理念 还有一些设计环境 所以我们老房子还是像这种像欧洲一样的 就是外结构给它保持的 但是在房间里面呢 我们就强调了现代人比较喜欢的那种舒适性 以寻着老屋既有的轨迹 加上设计师的无限创意 将整个民宿浑然天成地融入了村子里 这棵梨树是我们爷爷被种的 像这些竹子是我姑妈陪嫁的时候就嫁过来的 这些一草一木都是自己有感情 像这些梨花桃花到春天的时候 开起来真的是就觉得 哇爷爷这个好像树荫底下好乘凉 就是祖辈的这些既得恩德 我们下辈那个小辈就能享受到 是这种感觉这样的 就是有蛮多的叫国内想说的这种情怀在里面 透过这种怀旧的情怀 不让老房子淹没在历史尘埃的角落里 临近春落也跟着吹起老房改建的风潮 既然我们外出的人那么多房子都空在那边 是不是可以把现有的房子改造一下 所以当时我们乡政府也是鼓励他们去改造 然后补给他们每个房间三千块钱 让他们空调床热水器都配起来 就跟三星级宾馆的那种标准标房 这样打造起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当地政府积极建设 再加上观光人潮带来的潜在商机 很快就带动起当地的休闲旅游经济 多点多点 豆浆磨出来原生态很好喝 无碍无天加无家水 现磨 现煮 现喝 在这里小朋友不但能体验到 DIY的过程和乐趣 还能与大自然进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 而打造这片欢乐农场的陈松桃 当初就是看准了这样的亲子商机 通过我们前三年的一个游客量的一个总结 到我们这里的旅游的游客的话 就是小孩子的比例大概占了30%到40% 而且很多的大人也是跟着小孩子过来玩的 为了让游客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美景可以欣赏 陈松桃培育出百鱼品种的花海 让这里不论哪个时节都是花样缤纷 在这些花的到三四月份逐步的凋谢之后 那么我们就跟上去是波斯局 那个万寿局 那么是百日草等等各种的花海 那么然后到夏天 那个跟夏天的时候就前日红跟一串红 等这一些一些十足 长下十足 等一些那个比较适合高温季节的一些花海的打造 以乡村旅游搭向的花海经济也接连带动起育苗产业 创造出可观的商机 我们浙江省这边是每年投入大概一两个亿吧 就是让周边的农户也好农民也好上山去种植那些彩叶的品种 自己公司研发出来一个双红紫围 它的叶子是紫红色的 然后花是赤红色的 所以说这样一个产业品种 正好是符合我们浙江省这边就是 彩花造林啊这样一个政策 眼前这一盆盆观赏造景花木 一年就能赚进上千万人民币的收入 从绿中掏金 发展绿色经济 已在宁海悄然兴起 有七山二地一芬田之春的宁海 三面环山 东面靠海 山海交错的地形 是许多登山运动者的首选 所以每天都会来这边跑 每天都会来 感觉怎么样 感觉真的很好 这是我生在宁海的一个夫妻了 大概这个4.5公里吧 4.5公里车子顶着下面 然后跑到那边 宁海是全中国大陆 最早修建登山步道的县城之一 总长近400公里的健身步道 几乎环绕了整个宁海 2009年的时候 国家体育总局在宁海 作为全国的一个示范点 建设了国家级的登山健身步道 作为一个国家的示范基地 向全国推广 大城市的人到这里 也到我们这边来爬山 他们要开三四个小时 到这里来爬山 那相对来说我们就是走个几分钟就能倒了 非常方便 我们感觉好像幸福指数很高 学着登山步道的修建 也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产业的商机 原本以出口欧美国家为主的运动帐企业 也开始将重心转进内销 接走运动它是用两只帐 我们平常散步是 就是两个手在旁边在旋的 这样子只端在下半身 然后我们接走运动这块运动 它采用两只帐 两只帐的话 它必须要有支撑 一个支撑 把你这个身体的整个身形 就是你喝着腰就运动不了了 它是这个身形就必须要 也直着腰的 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 两只帐必须要两个手臂要摆动 手臂摆动的话 也就是说带动了上半身的运动 相较于国外成熟的户外运动 近几年才开始兴起的 大陆登山剑走市场 潜力更令人期待 由外转内的运动帐企业 为此做了很多准备 一个宣传册 宣传册里面包括这个 剑走帐的起源运动的方式 还有一些的就是运动的效果 这方面的东西我们都做进去 并且我们做了一个光牌 光牌的一个就是教学光牌 这样子我们跟旅游局合作 也就是说一些大酒店 一些就是车站这些 这样子呢 我们就是以宣传车的模式 放着给大家就是做一些推广 步道经济的开展 拉动许多健康绿色产业 事实上 作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宁海线 在发展工业上也是以绿色环保 捷径能源为主要方向 这个模具我们号称为工业之模 那么汽车这个领域呢 也就是要应用到大量的汽车模具这一块 我们新能源汽车就在边上 那么模具产业园跟这个新能源汽车 这一块的产业的关联度是非常紧密的 它这个可以直接的就是 可以参与到新能源汽车 前期的这个研发设计 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 是宁海线阶段的重点产业 随着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如火如荼 对其模具制造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新能源汽车它在转动的过程中 对这个动平衡 特别是电的损号要求特别高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的话 也采用了新的工艺 新的那种设计理念 就是我们是完全用那个无扣点 无焊点的那种结构 就是完全采用的粘胶形式的 这种是在日本也是那边也是 那边类型的也在做 我们也是初步的去研发 新产品开发贵在抢占先机 而模具生产的速度和效率 就成了自身关键 我们以前做模具的话 像一副模具双列的常规的模具 周期一般在两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现在我们目前随着市场竞争比较激烈 因为他们客户要抢占市场 像一个新的产品出来的话 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说你这个产品再拿不出去的话 你这个产品都有可能卖不出去 洞足机先争抢时效 俨然已成为突破鸿海市场的不二法门 而当地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以五金起家 至今发展为全中国大陆 规模最大的文具制造商 现在是从14年开始 我们是不单单做文具了 就是办公一体化 办公的一些产品我们都可以采购得到 比方说你要开一家公司 你公司里用的除了文具以外 办公桌椅 办公生活用品这些 我都可以帮你填满 着重研发的他们 研发团队遍及世界各地 如今他们每季都能推出 一百多种新产品 为企业在同质化竞争激烈的 文具市场中真的一席之地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浪潮下 临海凭借着这些民企的努力 做了最好的响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